看看新闻吧 杨姆之再度出征 而葛优也将再次出山 成为他争途上的不二大党 今和葛优老师那个 就是正式签约了吧 就是葛优老师会参与这个 教演导演的新片一步之遥 回想2010年 华语影坛最大赢家 可能不是哪个导演 而是同时出演 让斯坦菲 《非诚勿扰2》 肇事孤儿三部贺岁大片的葛优 如今葛优年又有可能轮回 因为冯小康的新片 私人定制 也传出情定葛优的消息 而该片也很可能定档今年年底 是说还不能确定呢 还是说 确定了 但是不是说这个事 葛优老师这么优秀 我觉得他有很多电影都找他 这是挺正常的吧 这个影片其实筹备了很长时间 从项目立项开始到现在 中间有很长时间的 这个准备的筹备期了 大家也知道那个导演是一个 对作品要求很高的人 筹备这么长时间 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那包括也包括演员当时的协调 姜文方面除了竖期葛优这块金字招牌外 还透露 新片故事已确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风起云游 老三 去浦东还是上海 上海就是浦东 浦东就是上海 最重要的一件被移着这件事情发生在上海 姜文导演再加上二三十年代上海会很有想象空间吧 会比几张飞的格局更大 而且更精确 当年 浦东子浪费的票房成绩不可疑视 但如今 华语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已经突破十二亿 电影市场还是张麻子的江湖吗 对于这个问题 姜文方面显得云淡风轻 郑老师对自己的压力从来是作弊的压力 从来都不会只是票房方面的压力 到这步一步之遥上运之后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观众的基础量会更大 因为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其实破纪录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仅仅是我们电影 我觉得整个话一定应该是不断的打破纪录 娱乐新年帝孟祥云采访报道